五位如今在中超第26轮联赛过后,依然在射手榜上遥遥领先,似乎五位本赛季越来越有希望夺得真正的中超射手王。 虽然在第26轮的关键战中,上港客场与江苏说明,战成了0比0平,而吴磊也没有取得进球,但是这场比赛吴磊依然展现了出色的个人能力,其中一次投球工们更是堪比C罗,碾压两名国内好手,令人拍案笑诀。 吴磊在这场比赛中成为了上港队中最有威胁的进攻球员之一,在比赛开场仅仅16分钟的时候,吴磊就做出了一次惊人的举动。 在中线附近的一次进攻中,吴磊高速前插接到队友的投球扣策,随即领巧的巧球过掉将苏苏宁的后卫,立即打出一脚超远距离掉射,尽管最后皮球高出衡量,但是足以看出吴磊的细腻技术和良好进攻视野。 而在比赛第41分钟的时候,吴磊又成功助攻队友吕文勋打进一球,正是上港外员埃尔克森在禁区内一次突破过人,吴磊聪明的要到埃尔克森身后立获得皮球。 他观察到小禁区内的队友吕文勋后,立马送出一脚搓船,绑住后者投球破门。 然而,主裁判最终认定进球无效,吴磊越位在先,而慢镜头却显示这次判罚颇致争议,下半场的吴磊更加强悍。 在比赛第58分钟的时候,吴磊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投球攻门,这是上港外员埃尔克森在右路突破,到底线出送出的一脚高飘船中,而此时间苏苏宁球员,已经全部防守到尾。 然而,吴磊却依然在苏宁两名球员,的头上针到了这次投球,并且完成了投球封门,皮球擦着力度出了底线。 经出苏宁门将顾超一身冷汗,从那镜头可以看到,吴磊在进去内月起的高度,足以碾压任何国内球员。 苏宁两名汉将周瑜和田一龙更是直接被吴磊打开,这样的镜头我们曾经在斯伊罗的身上看到过, 而吴磊也用这个镜头证明了,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球员只有他可以排在联赛这首榜第一的位置。 不得不说,吴磊是时候去欧洲踢球了,老球中超球平。